这个地方有两封传真地信 是从中国大陆传来的 他问了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我们在讲习当中 常常提到随语不盘远 那么他怀疑 他说在现在这个社会如果要这样做恐怕难以生存 这个问题太严重了 实在上讲 怎么样去攀岩球 确确实是你所得来的还是你命中所有的 如果命里面没有 你用种种手段可以攀岩而得来 我想一切祝佛如来都要拜你做老师 为什么呢 祝佛如来做不到 你能做到 那还得了啊 因果定律从此完全推翻 那哪里有因果呢 因果事出事发的真理 如来有无尽的智慧 无尽的德能 无尽的神通 没有办法改变因果 他要有能力改变因果 那么他的大慈大悲 普渡众生 何必要我们修行 没有这必要了吗 那我们在一念当中 岂不是都成佛了都普渡了 所以祝佛如来 帮助众生的 这是开导说明 真正你想有成就 还是要你自己修 你自己不修 佛菩萨也无可奈何 实在讲一点忙都帮不到 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 叛云纵然是你能够得来 也不过是你把命中所有的提琴享受 比如你命中有七十年的受用 你可以在三十年四十年都把它享尽了 这个可以办得到 你可以提前把它享受尽了 但是你要想到 你四十岁享尽了 四十岁就死了 为什么呢? 你后头没享受它 你享受花完了 所以世出世间圣人叫我们喜福 我有七十年的福 到七十岁 这个佛报还没想完 没想完 什么一种情形呢? 延年一收 延年一收 可能会延到八十岁、延到九十岁 你七十岁的受用没有享受完 这是里面一个全面的道理 明白这个道理 为什么不随缘自自然然去享受 享受当中懂得喜福 那就佛寿绵长了 这是一个吉祥的润想 那么他又提到 这个 这个一盈一卓 莫非前定 君子乐得做君子 小人冤枉做小人 这个都是廖寒斯信里面所说的 那么他对于这些花有疑惑 他说因为有些事情 你要是不争取 就不会得到 不争取 说老实话 也会得到 可能得到会迟一些 迟几天 迟几个月 一定会得到 细细的了凡四君 就小的 你每年收入的财富 一定的 一点都不差了 你争得到的是这么多 那么何必要争呢 那么这说到了随缘不叛缘 他举个例子 现在中国长江松花江这么大的灾难 我们随缘 随缘 随缘是不是随他去呢 不要去管他呢 这个不是随缘 这是完全错误 随缘不叛缘 主要是对自己 对于一切众生 那就积极地去做 如果是你这个意思 那祝福如来都随缘不叛缘 后面度众生 不要去度众生 随缘就好了 随他去嘛 那众生高六道轮回 与我有什么关系 这个是把意思完全解错了 所以《开经记》里面讲 愿解如来正是意 这一句话很不容易啊 世间多少人把佛的意思解错了 错解了 去解了 佛没有说错 是你解错了 佛法里面 你看释迦牟尼佛的名号 名号就是他教学的宗旨 释迦是仁慈的意思 能忍啊 这是对一切众生的 慈悲啊 大慈大悲啊 摩尼是亲近的意思 亲近的意思是对自己啊 无论对众生 对自己 都要懂得随缘而不叛缘 这个随缘对自己的意思 诸位比较上清楚 能够体会 对众生呢 就很难体会 众生说 随机都化了 它对机缘没有成熟 你不能够强迫它 你不能够强迫它 这就叫随缘 你强迫它接受 那是叛缘 那么诸佛菩萨 随为现身 随机说法 那是随缘 都有个随字 做得一点都不勉强啊 中国现在这么大的随患 我们听到了 就应当全心全力去帮助他们 这是随缘呢 这不是叛缘的 我们劝勉大众 就在海外能够做得到的 希望大家出钱出力 出钱是自己 是一份捐献一些 出力的时候 劝化别人 你所认识的人 你向他们劝慕我 你去做这些事情 那你是出力啊 尽心尽力啊 这个事情就做圆满了 此地进宗学会更具实力 我们为这个灾难 做了三次的募捐 募捐所得 全部由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 转到国内教材 我们把钱送到大使馆 大使也借鉴我们 也像我们简报灾情的状况 这是随缘 这个不是叛缘 所以这个名相一定要了解得很清楚 你自己才晓得怎么个做法 释迦摩尼佛在世表演给我们看 自己的生活过得非常简单 非常朴实 不叛逆 可是他对于社会 他有极极的贡献 到处讲舌教话 所以用现在的名词来说 他所做的 是社会教育工作 用现在人的眼光来看 他的身份 是一个社会教育工作者 或者我们称他做社会教育家 他是这样的身份的 而且他是义务的 他不求报仇 世间一般人 为别人做事要拿报仇的 他们有报仇啊 接受大众的供养也是很稀稀少啊 只限于四种啊 四肆供养啊 饮食 每一天出去脱波 他一天吃一餐 衣服 衣服也不多 三衣啊 三衣一波是他生活的方式啊 那么生病的时候 接受大家供养医药 晚上睡觉了 有个简单的物件 那么就是这四种供养啊 这四种以外的都不接受啊 这个是生活岁月 自己本身做到岁月 决定不叛逆 这个是生活岁月 自己本身做到岁月 决定不叛逆 做人之道 这不是岁月吗 如果说给浅人说深的 这不是岁月 给深人说浅的 那也不是岁月 所以自行化他了 通通是随缘而不叛逆 尽心尽力 帮助社会一切众生 帮助他破明以开悟 帮助他利苦得落 这个才是释迦的意思啊 才是慈悲啊 所以他对于九法界一切众生 由他正面积极的贡献 他才能受到大众的尊敬啊 不是你想象的 这个随缘是随他去了 不要管他了 你把这个意思完全解释了 那么这个是一定要搞清楚搞明白 所以在现在这个时代 经大成经一定要多读 一定要多听 反复多听 细细的推敲理这个意思 绝定不能误会 少许的误会就造成很大的错误 那么第二个问题 那么第二个问题 他问的是 如何养成 这个将文印文翻成博画文的才能 这个发心很难得 要想把文印文翻成博画文 你一定先能够理解文印文 你才能翻得出来 你自己对文印文不能理解 你怎么能翻译 鲜血的条件 是你真正懂得文印文 懂得文印文的方法 懂得文印文的方法 在多读啊 过去我们在台中求学 李老师对文印文非常重视 因为中国的这个经典 最晚呢 大概都是伯宋时代翻译 翻译的这些法师非常慈悲 那将经文呢 尽可能的文化 所以佛经比中国的古文容易读 容易读 在中国文学里面叫它做遍体文 一换一句话说 就是当时的白画文 便利于广泛的流通 所以文字总是尽可能的前写 其实是古时候这个前写的文字 我们现在人做起来还有艰难 所以文印文一定要学 李老师对我们的教学方法 是熟读五十篇文印文 你才有能力读文印文 当时许言的这个课本呢 是采取古文观止 古文观止有三百多篇 选读其中的五十篇 最好能够背过 这五十篇古文你都能背得下来 常常背诵 这五十篇文印文 逐渐培养有阅读文印文的能力 如果自己想能够写文印文 那要加一倍的功夫 你至少要加一倍的功夫 你至少要能够背一倍的功夫 你才有能力写文印文 能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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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发文当然不成问题 所以这个能力的培养在熟读古文 我们在海外 对于华侨子弟 我常常劝勉大家念《无量寿经》 《无量寿经》 夏连居老居司的汇集本 非常之好 这个本子今生的文句不多 有很少 甚至八九都很容易理解 很容易读诵 而且它里面的篇幅 有四十八篇 佛家称为四十八篇 那么李老师规定我们念五十篇古文 这四十八距离五十很接近 所以我在海外 劝大家将《无量寿经》当作过文来读 教小朋友 教这些学生们 念《无量寿经》 那么在海外 尤其在海外出生 在海外生长的这些小朋友 对于中国文化 对于中国文化相当陌生 能够做《无量寿经》 第一个好处 认识中国字 第二个好处 不会忘记中国的语言 母语 第三个好处 第三个好处 前嫌的文言文 殿下记错了 第四个好处 他逐渐学佛了 所以这是一举四德 别学多古文 书生多多 那么这两个问题 我们就简单大幅到此地 另外我提醒同修们 特别是你们学讲经 学讲经怎么个学法呢 现在大家跟我的这个状况 正如同 我过去跟李老师的情形一样 李老师开班教导我们 只有两年 我最初到台中 这个两年的期间 他是开班教学 他也办了一个小型的培训班 有二十多个学生学讲经 那么他们上课的是一个星期上一堂课 一个星期一堂 所以年龄上课的时间总激活起来 还没有我们现在培训班的时间长 我们培训班三个月 他那个两年时间加起来不到三个月 一年上四十堂课 两年八十堂课 一堂课三个小时 你们就能算得出来 我们是天天上课 我们是天天上课 以后这个班停了 停了我们在台中请进他老人家 就听讲经 听讲经 他一个星期讲一次 每一个星期三讲经 时间四十五分钟 他一个半小时由台语翻译 实际上只是四十五分钟 一年大概讲经了四十次 他当中年纪要休假放假 一年五十几个星期 实际上能够讲经的四十个星期 那么换句话说 四十个小时读不到啊 不是像我们现在天天讲 每天讲两个小时 没有啊 所以他那一部华严经 以他当时那种进度 我给他计算 一部华严经讲圆满要五十年 他讲得快啊 没有我长得这么详细 他的楞严经讲过一遍 我那时候学楞严 跟他学习 讲了三年 三年总共用了一半三十六个小时 一部楞严经讲圆满 不是这样细讲啊 讲一部阿弥陀经 一个星期讲圆满 七次啊 七次讲圆满 一个月一个星期讲一次七个星期 你算算时间多不多啊 可是什么个学法呢 我对于他的老人家思想体系 他的一些方法 我们懂得了 我去听经 我预先把经文看一看 我今天要讲这段经文 我是怎么个讲法 然后我再仔细听他 他是怎么讲法 把他的讲法跟我的讲法做个比较 他的优点在哪里 我的缺点在哪里 这样学习 你才会有进步啊 不是一味听他讲啊 那可没有用处啊 那我们学到东西 我不听他讲话 我不听他讲我的 我怎么讲法 这个样子天天比较 今年为月 我这样在台中住了十年了 十年除了前面两年是上阔 内典班里面上阔 后面八年就是这种学法 所以我学得很踏实啊 那么自己常常读经文读读解 李老师他讲经参考哪些读解 我们都知道 我也找那些读解 我也来看 我也来研究 跟他仔细做对比 从这个里面 稀取经验 稀取教训 这个才能学到东西 如果因为只是听他讲经 你就很难学到东西 所以我们同学很多 有一些同学住在台中的跟他几十年 那么他们学的还不如我 原因在哪里 我有一套方法 我很细心的在采取 这是他们没有的 这是他们没有的 所以你们大家要懂得的时候 我们今天讲这个华言 只参考清凉的素潮 就是黎长者的和论 我们采取的本子 用这个素论材料 那么这些书你们大家手上都有 在听经之前看一遍 自己想一想 怎么讲法 很有手用 尤其好处是对不经常 如果能够经三五年的训细 没有一个不成就的 所以这方法非常重要 好 今天就讲到此地 好 今天就讲到此地 我今天就讲到你们 好 好